大家好,我是多伦多方脸 自从今年早些时候被中共开河之后 中共就一直在骚扰我的家人 其实这个今年早些时候被开河说的是不准确的 我应该是早就被开河了 当时在知乎的时候就被开河了 只是白纸革命之前 中共对于我们这些海外做自媒体的反贼不是很在意 就一直没有找我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已经被开河了 到了白纸革命之后 中共对于我们这些海外做自媒体相关的反贼 重视程度直线上升 中共开始冻结了我的一些账号 还开始陆续恐吓我们这些人 当然因为之前有警察骚扰反共人士被录音 并且把录音传给了海外各大媒体之后 中共现在也学聪明了 都不直接找我们这些人了 而是先找我们的父母亲人朋友 让他们转述相关的内容给我 而我的父母本身也是有点小粉红的 所以对于我做的事情也一直不太理解 这就导致他们一直也在反向输出我 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反共 为什么不能自己老老实实的赚钱 但是他们激动的时候 还会给我扣帽子 说我是卖国贼 其实说叫我不要反共 自己老老实实赚钱 这些我倒能理解 毕竟对于我的父母来说 他们可能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 都觉得政治离自己很遥远 而且认为中国人 普通人不要沾染政治 政治是普通人不能碰的东西 这也是很多中国人一贯的想法 但是当他说我是卖国贼的时候 我却陷入了思考 我们这些反对共产党的人 也总是以反贼自称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这些反贼就和卖国贼 画上了等号 好像反对政府批评共产党 就是在反对国家 彻底被中共污名化了 当然这种污名化的行为 也不仅限于我们反贼 在现在的墙内 只要任何批判的行为 都会被污名化 甚至有时候 你不是在批评国家 只是在批评某些地方政府的行为 批评某种社会现象 都可以被扣上卖国 不爱国的旗号 像最近比较火热的 河南南洋泥迪音乐节 大偷盗事件 在这场音乐节结束之后 大量的音乐节参与者 东西被盗了 这里面有手机有电脑 甚至有的人内裤都被盗了 到最后 这件事情甚至已经是 不检线于偷盗了 有些人已经有 抢劫的意味在里面了 因此网上出现了 大量对于南洋的批评声音 但是很快就有爱国博主 出来树大起 把这种行为描述成 有人带节奏 说炒作南洋事件 是为了给日本河污水洗地 是一种唯卫旧照 声东击西 暗度陈仓的行为 不过比较可笑的是 他说这种话 本身才是唯唯旧照 声东击西 暗度陈仓 这在中国绝对不是孤立 所有问题 其实到最后 都可以朝爱国上靠 所有东西 也都可以通过 扣上不爱国的名号 为这件事情本身 去进行唯唯旧照 声东击西 暗度陈仓 其实中共污名化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污名化了西方世界 污名化了民主 污名化了自由 等等等等 只是相较于中共 对于民主制度的污名化 很多反贼都在谈 大家也都比较清楚 他是怎么污名化 但是对于爱国的污名化 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谈的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 到底什么才是真的爱国 首先说到爱国 我们就要先说一个问题 什么是国家 你爱一个东西 总要先分清楚 你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在共产党的叙事 以及其中小粉红的心中 中国就是等于中国共产党的 在他们价值观中 国家和党是分不清的 爱国就等于爱党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喜欢 称呼这些小粉红为爱党者 而非爱国者 当然说到底 其实他们有时候可能爱的 也不是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恐惧的奴仆 谁掌握权力 谁能决定他们的生死 就爱谁 如果现在坐在上面的是个方连党 方连党能决定他们的生死 他们估计也会爱得不行 并且在中共的宣传中 国家被神圣化了 是国家在保护我们 先有国才有家 如果国家发展的不好 你的家就无法完整 然而这种对于国家的理解 却和共产党本来的教义 是大相径庭的 在共产党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中 是直接把国家描述成了一个 纯负面的形象 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 和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 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 用来压迫另一阶级 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念 国家是应该被消灭的目标 是人民的敌人 当然对于国家的抽象表述 还有很多 比如马克思韦伯 就把国家定义为 在一定疆域内 具有暴力垄断权的实体 等等等等 不过这些概念都过于抽象 那么我们普通人 到底该如何理解国家呢 理解国家的方式 当然有很多种 比如说中东地区 很多人就以宗教为国家 但是基于数千年的儒家传统思想 和当前的普世价值观来看的话 国家应该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国家 所谓的爱国应该就是爱人民 这点呢 在中国的一些经典名剧中也能体现 比如说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讲的就是这种思想 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家国同构思想 当然中国虽然历代王朝 打的都是这种口号 甚至共产党打的也是这种口号 但这种思想呢 确实只存在在了口号上 在现实中呢 是一次没有实现过 但是这并不代表 这种思想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在我看来 什么才是爱国 实际上就是爱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所谓的爱国 就是希望这片土地上的人 收入越来越高 养了医疗体系越来越好 人民越来越自由 幸福感越来越强 等等等等 而不是爱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抽象的符号 更不可能是爱共产党 这个给中国人带来三年饥荒 三年大清零 带来无数苦难的政党 分清什么是国 是至关重要的 而你只有正确理解这些问题 才能理解一些事情 你比如说台湾独立问题 到底支持台湾独立 是爱国还是不爱国呢 小粉肯定说了 你都支持国家分裂了 你怎么还能说爱国呢 但是如果你把爱国 看作爱人民 这件事情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如果你真的把爱国看作爱人民 如果你真的把台湾人民 也看作中华人民的一部分 那么中共统治台湾 能给台湾人民带来什么呢 中共统治台湾 除了会给台湾带来经济上的衰退 还有给台湾人民带来生活自由度上的衰退 这点呢 香港已经证明过了 那对台湾人民来说 绝对是百害无一利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爱台湾人民 是万万不能支持现在的中共去统治台湾 就像你可以支持韩国统治朝鲜 但是你绝对不能支持朝鲜统治韩国 是一样的 天天嘴上喊着两岸一家亲 但是却想着把对方送入地狱 这是把别人当作亲人的看法 基于正常的爱国价值观 如果想要台湾回归 大陆人应该做的是努力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 民主指数 增加大陆对于台湾的吸引力 做到真的能让台湾回归之后 台湾的人民生活质量能全面的变好 这才是唯一的方案 然而小粉红显然分不清楚这一点 当然有时候他们心里确实也并非 真的把对岸当作同胞 很多时候我在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嫉妒 这一点在香港问题上体现的是最明显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很多小粉红嫉妒香港人身上的特权 嫉妒他们能自由自在的翻墙 能享受一定的言论自由选举自由 甚至现在还有些极端的小粉红 对于台湾问题还会喊出 留导不留人的口号 这其实就体现出来 他们根本就不爱台湾人民 当然这种分不清楚 到底什么才叫爱国的现象 绝对不仅限于两岸关系上 这种情况存在于中国的方方面面 就像这个小粉红最近转发了 我的一个嘲笑中共的推特 他在其中说 我的精神母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都不如巴勒斯坦 这里的精神母国应该指的是台湾 以此暗指台湾地位还不如巴勒斯坦 这种思想就是典型的不拿人民生活好坏 作为国家运暖是否良好的衡量标准 台湾现在是标准的发达国家 而巴勒斯坦算是世界上最穷的几个国家 邦地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水深火热的生活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所了解 如果真的把爱人民看作爱国 那是绝对不会厚着脸皮说出这种话的 并且因为中共自身的需要 小粉红所谓的爱国往往反而是和人民站在利益的对立面的 共产党在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虽然表面上宣传的是 共产党就是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 但实际在操作中 却是强调人民对于国家的利益 集体的利益 牺牲是理所应当的 强调国家的利益是高于个人利益的 这就经常造成如果你坚持中共的爱国观 你就要一直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粉红大V 你比如说胡心意之流 一出来说话就容易挨骂的原因 其实爱人民有时候就是爱自己 毕竟我们所有人都是人民 我们又不是习近平 当你学会了爱自己 爱别人 其实你就已经做到了爱国 而如果你坚持中共宣传的爱国观 你最后学会的只有仇恨 仇恨1450 仇恨美国人 仇恨台湾人 既然我们确定了到底爱国该爱的是谁 那么何种行为是爱国的行为呢 按照目前小粉红的理论 或者说中国共产党的理论 其实爱国的行为也分为两种 而且这两种行为是十分割裂的 这两种爱国行为分别是现实中的爱国行为 和教育上的爱国行为 现实中的爱国行为是什么样的呢 在现实中你要想实现中共口中的爱国 你就要甘愿做这个国家的螺丝钉 为这个国家进行无私的奉献 要学会吃苦耐劳和感恩 面对问题不能批评 要懂得大局 如果你对国家的一些政策不满意 你就去考工 加入公职人员体系 去改变它 去建设它 当然这是现实中的 我们能发现呢 共产党在教育上树立的爱国典型 确实和这些内容呢 都是下下相反的 中共宣传下近一百年以来的爱国代表人物有很多 你比如说毛泽东啊 比如说孙中山 比如说陈独秀 比如说鲁迅 而这四个人在做的事情呢 却和上面说的现实中的爱国行为 是南辕北辙的 比如鲁迅从日本留学 回到中国之后 就开始公开抨击政府 一旦很多时候呢 还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抨击 这个抨击呢 如果放在现在呢 就是妥妥的知黑言论 这些呢 我就不具体一一列举了 鲁迅的一些经典名剧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学习过 而孙中山呢 更是一直在海外募捐 反对大清朝 而且数次回国发动革命 当然有人会说了 不论是孙中山还是鲁迅 确实呢 现在已经不被中共所提倡了 鲁迅在墙内都已经快被打上 公知的旗号了 但是作为中共离不开的两位元老 毛泽东和陈独秀 这些粉红嘴里标准的爱国人士 标准的大英雄 其实他们所做的行为和反贼 现在所做的行为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陈独秀的经历 如果放在如今的粉红口中 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 陈独秀在光绪27年到29年间 留学日本 学习日语师范专业 在日本期间 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回国之后呢 就开始投身对抗政府的行列 数次组织了抨击政府的集会与游行 之后还创办了爱国新报等反清杂志 并且呢 长期被大清政府通缉 因此呢 在这段期间内还曾再次流亡海外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呢 陈独秀再次回国 虽然清政府这时候已经倒台了 但是陈独秀并没有停下 反对政府的脚步 继而创立了知名的进步杂志 新青年 之后更是在巅峰时期 在嘉兴湖上开会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中共一大 借此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切呢 和现在粉红口中的大多数反贼 在做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只是时代改变了 大家的方式有一定的不同 比如陈独秀留学的日本 现在呢 因为世界四通八达了 全球化了 留学各地的都有 甚至有些时候呢 不需要留学 通过翻墙 就可以学习到西方的先进思想 而陈独秀的这个行为呢 放在现在小粉红的口中 就是被境外敌对思想洗脑了 之后呢 陈独秀鼓动抗议 这个和大家鼓动白纸革命 也没有什么区别 我记得之前白纸革命的时候 有人诋毁该行动 说呢 参与这些行动的人呢 都是拿了CIA的钱 当然了 这个纯属无稽之谈 但是陈独秀那时候 可是实大师 拿了苏共的钱 此外 陈独秀创立了 反清 反袁世凯 反民国的报刊 这点呢 在当下也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当下报纸没啥人看了 现在转变成了 反共的推特 反共的视频而已 当然有人会说了 陈独秀是在国内发的 而我们很多反贼 是在海外发的 首先 在国内发的也是有的 只是他们很快坐牢了 你比如说彭在中 而我一开始 也是在知乎上活跃的 只是很快 我的知乎号就被封了 其实我们这些反贼 也不是不想像陈独秀那样 在国内发这些内容 只是可惜呢 当下的中国 并没有民国的容忍程度 民国能允许 新青年这样的期刊存在 但是很显然 目前的中共并不允许 而毛泽东的前半生 其实和陈独秀是类似的 只是少了出国的经验 毛泽东呢 更像是没出国 仅靠翻墙 就能领悟西方思想的人 但是到了后半生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选择 出现了分歧 如果从当今粉红 评判的视角来看 毛泽东则是更加彻底的 卖国贼和犯贼 其实这不仅限于毛泽东 现在留存下来的中共元老 你比如说叶剑英 刘伯成 刘少奇 他们都是如此 这主要是因为 他们都是武装保卫苏联的 参与者或者说支持者 武装保卫苏联的起因 是中东铁路事件 中东铁路也叫东京铁路 是连接东北和俄罗斯的 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修建的比较早 是大清和俄罗斯帝国 共同修建的 因此一开始也是 大清和俄罗斯帝国 共同管理的 但是后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大清亡了 俄罗斯帝国也亡了 所以之后 中东铁路的亏属权 就出现了问题 到了1928年的时候 当时的中东铁路 实际上是受到苏联管控的 那个时候 国民政府初步完成了 对国内的统一 最近外交部部长 王正言牵头发起了一场 以修订不平等条约 为中心的革命外交 在这场革命外交中 定下了几个主要任务 其中包括 恢复关税自主权 取消制外法权 收回租借 收回租地 以及收回铁路利用权 内核航行权 沿海贸易权 等等等等 而东北军阀张学良 积极响应了 当时国民政府的号召 开始抢夺 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希望从苏联手中 夺回中东铁路 而这一行文 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 最近苏联组建了 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 来夺回铁路的控制权 之后 张学良率领了6万人 和这支军队进行了对抗 但是因为实力问题 最后张学良不敌苏联 只能无奈再次归还了 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在这场战役中 中方伤亡了大概1万人左右 而这个时候的共产党 在干嘛呢 这时候共产党组织起了一场 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 在东北地区 组建了远东工人游击队 和张学良的部队进行作战 虽说这个武装保卫苏联的活动 可能有没有都不影响张学良的败局 但是这个事情 以当下小粉红的视角来看 肯定是个实大实的卖国行为 按照当下小粉红的战狼口号 这些人都应该临时处死 把他们做成雕像 跪下来认错 而为什么说陈独秀和他们有所不同呢 陈独秀当时作为中共的总书记 是不支持武装保卫苏联的 认为这种行为 是共产党为了发展自身 而出卖国家利益 而正因为不支持武装保卫苏联 陈独秀被开除了党籍 逐出了共产党 其实粉红总是说 当下的反贼行为是在卖国 但是你让这些小粉红找 哪一个能找出像当年毛泽东 刘少奇 叶剑英那样卖国的人呢 大多数反贼做的事情 都是和陈独秀 孙中山 鲁迅一样 而这些和境外势力勾结 出卖人民利益的行为 倒是中共的一些高官 一直在做的事情 当然有些粉红会说我们是废物 只会在网上抱怨 即使抱怨呢 批评也批评不到点子上 不如鲁迅他们精辟 不如孙中山实干 那这个问题确实有可能有 我们的文采肯定比鲁迅 是要差的远的 但这也只能代表着 我们这些反贼 个人能力不如鲁迅 并不能代表我们的行为 和鲁迅有差距 我们的行为就是错了 而粉红现在所做的事情 却恰恰和史书上 以及教育中一些祸国殃民的人 他们行为上是类似的 比如历史上典型的守旧派 后来被持续抨击的徐同 徐同是晚清的一位大臣 官制内阁大学士 是正义品的大力 也是反对君主立宪制 反对违心病法最主要的大臣 徐同厌恶扬人 抵制西洋文化 从制度到科学上面 全面抵触西方 同时支持义和团 支持慈禧对外宣战 这个和现在的小粉红 仇视西方抵制西方民主制度 叫嚣着天天要和美国开战 有什么区别呢 只是小粉红大概率做不到徐同的地步 只能成为义和团的一员 当然徐同的命运也比较悲惨 据传在义和团进京的时候 徐同的家被义和团抢了 本人更是被全民拖出来攻审 此时年近八十的徐同 还要跪地苦苦哀求 才能避过虐待 而到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 徐同害怕因为自己曾经鼓动 慈禧宣战而被慈禧清算抄家 提前上吊自杀了 所以其实不论从理论上 还是从历史中树立的爱国典范来看 反贼目前在做的事情 才是典型的爱国者 而粉红才是典型的卖国贼 只是这些年呢 伴随着中共对于爱国两个字的污名化 爱国呢 现在似乎也成了一个负面的词汇 甚至如果呢 我把一个人称为爱国博主 有时候呢 自然就等于了舔共博主 爱国这个词呢 本身的词意也在发生变化 变成了爱党 变成了中共足够的代言词 只是超脱这个词本身呢 我们应该要理解 到底怎么做 才是真正的爱国 才是为人民好 为国家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伦多方脸 希望你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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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